想吃熱潮又怕踩到地點嗎 實在夠麻吉告訴你們 來高雄新絕江商圈附近的 這家串燒屋準沒錯啦 新鮮又具創意的料理 好吃到沒話說 而且還有現場演唱 氣氛真的好熱鬧喔 這家串燒屋真的很可愛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壁上 還有跟我那個周才夢的圖案 趕快先來介紹一下這邊的店長 歡迎大班 你好 你好 我今天是小小班 小東班就可以了 小東班就可以了 今天要請妳幫我們介紹幾套菜 那首先第一道是推薦什麼 這一道 這一道是我們本餐廳的招牌 是 它叫川椒雞 它本身是用一隻拌的雞腿肉 然後下去做的料理 裡面加了很多從四川學來的一些中藥材 它的口味相當特殊 其實我平常不愛吃啦 但是今天為了觀眾朋友們 所以我只好犧牲一下 要挑那個辣油 你要嚇我 很香耶 我現在是覺得還好 但是 是 來了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辣 是 我覺得是那種很爽快的辣 那旁邊的這個 我覺得它很漂亮 它是什麼焗烤類的嗎 它是半中拌 它裡面啊 有一層基本的 一層基本的煎蛋 然後第二層是淋上美乃滋半淋軟 然後第三層是灑上70條做煮烤 我來嚐看看 好香喔 因為它有 中間吃蛋吃起來會有綿密的感覺 對 真的是很獨特 從來沒有吃過 但是它搭配起來其實是 也很香 小朋友應該也會喜歡吃這道菜 這是當然喔 這家店就是適合大朋友小朋友 一同來聚餐的好地方嘛 另外 好料不只一道 還有眼前的這道金沙豆腐 酥脆的外皮 軟嫩的內餡 加上鹹蛋黃的滋味 真的是絕配啦 接下來 就要介紹重頭戲的新菜色囉 這是我們的新的菜色 它叫乾薑牛皮蛋 它是用牛肉片啊 然後加皮蛋 然後還有一般食材的香料 然後下去做乾炒的動作 這個牛肉 還沒有彈性 超有嚼勁的 然後像旁邊這一道是什麼 它是檸檬鴨片 這是檸檬鴨片 啊這個咧 這是 蔥燒子排 蔥燒子排 然後下去做燜燒的 燜燒的也是我們新菜之一 這邊真不錯喔 你看 每一盤菜 都分量都那麼多 很過癮 然後還有不管是蛋啊 然後還有豆腐 有沒有大班都不一起 蛋 吃了之後 好像還有很多道菜可以選擇 對 那觀眾朋友們 當然一定要親自來這邊吃吃看 才會至少造給我們多好吃 今天謝謝大班的介紹 謝謝 謝謝